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巴亨特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今天的瓦格纳工兵在巴亨特实际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巴亨特的乌军已经失去了在巴亨特火车站 西部地区的整个防线,俄军瓦格纳现在在巴亨特已经进入到 巴亨特西部市郊,大家可以看,这个突击部队已经进入到市郊 现在乌军主要是在医学院附近和俄军瓦格纳进行巷战 在南郊,俄瓦格纳集团也控制了工业技术学校 扩大了在柴口斯基大街附近的控制区 大家可以看 乌军实际上现在正在从巴亨特方向开始撤离 乌军的伤员还有乌军的一些士兵 在巴亨特方向已经开始进行集结 收落 一些伤员已经被大顾问的撤退到恰索压 那截止莫斯科事件2023年4月28日 在巴亨特市内,瓦格纳官兵在施荣新成功的推进到合作社附近 在北部,瓦格纳已经完全占领了奥利格科索沃伊大街 并沿奥利格科索沃伊大街 并沿奥伯罗纳和波贝达大街向西部推进 在南面,俄军在医学院与乌军展开激战 在柴克斯大街,巴亨特工业职业学院 瓦格纳官兵已经清场 尽管损失惨重 现在乌军并没有撤离巴亨特的想法 俄军现在情报发现 乌军还是下达了向巴亨特增援的命令 而且命令是要守住巴亨特 绝不能失去巴亨特 也就是说在5月9号之前 绝不会放弃巴亨特 增援部队现在已经转移到赫洛摩沃 随后将进入巴亨特室内进行部署 在德鲁尔科夫卡乌军第10旅、第28旅 在波兰指挥官的指导下已经进行了战争动员 还有可能第10旅、第28旅会进入巴亨特作战 俄军现在总参部的情报显示 乌军第28旅接到的命令是第28旅要在5月3日之前完成补给 进行集结 随后前往巴亨特 那这两支部队是在5月9号要在5月9号前后抵达巴亨特 所以乌军现在并没有放弃巴亨特的想法 另外 顿杰斯克人民共和国的 现在情报也显示呢 在后方在这个 下属亚尔康斯坦诺卡当地医院收留了大批从巴亨特撤离下的伤员 乌军现在大规模将伤员从巴亨特撤离 那第30旅乌军第30旅人员最多 那现在判断呢 第30旅他的战损率可以达到50% 所以整个伤员现在充满了后方的这个医院 另外呢 俄军情报发现呢 第67步兵旅第一步兵营侦察队 配备了电子情报系统 那么该部队呢 也抵达了恰索亚尔 未来也很有可能会进入巴亨特 那么今天呢 俄总统普京呢 也派出代表抵达了巴亨特 那这也是巴亨特啊 即将解放的信号 俄罗斯的普京的特别代表 俄罗斯联邦副总理马拉特 库斯努林 他代表普京抵达了巴亨特 他说啊 环顾巴亨特 我看到了我们的战士在大楼上留下的一条信息 提醒人们 1944年 他们清楚的记得反法西斯主义胜利 并竭尽全力重复着反法西斯的胜利 他们的战斗精神和意志是不可能被击垮的 他们的战斗冒着生命危险 拯救平民 将他们带出城市 为此感谢他们 那库斯努林呢 他是代表普京啊 抵达的巴亨特 俄罗斯的5月9号胜利日呢 很有可能啊 会以巴亨特 这个解放作为庆祝 所以现在普京的代表抵达巴亨特 很有可能要实地了解现在巴亨特整个的战况 乌军现在也没有放弃巴亨特的想法 不希望5月9号之前 这个俄罗斯红场阅兵 巴亨特被俄军完全控制 所以可以看呢 5月9号是个节点 普京呢 今天在俄罗斯的议会 也发表了演讲 普京的演讲呢 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他说 俄罗斯是一个文明国家 也是多极世界的原始中心之一 通过努力 共同努力 俄罗斯人将克服任何考验 并将始终如一向前迈进 领导政治力量 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成熟 但他们的地位 必须通过辛勤和诚实的工作 不但得到证实 议会应制定新的措施 来支持特种作战 战士及其家属 加强国家和人民的命令 应该是议会的主要任务 认真系统的开展 新占领区整合工作 新地区是俄罗斯的历史上的土地 必须尽一切努力 保护新地区返回俄罗斯联邦 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预期保持稳定 俄罗斯的收入正在逐渐开始增长 普京今天在俄罗斯联邦议会 那么今天在巴亨特 俄军在巴亨特取得了突破 实际上控制了巴亨特南部地区 主要的高点 大家可以看俄军记者 现在在巴亨特南部地区 拍摄的画面 现在俄军反映 乌军的战术有一个变化 乌军现在在吸引俄军进入某一些危险区域 根据俄军前线战士的说法 乌军吸引俄军的小股部队进入到大楼 进入到伏击区 然后引爆大楼 在大楼提前埋设地雷 俄军的士兵如果是单兵就会被消灭 如果是城谷的小股部队被吸引进大楼 乌军会选择炸毁大楼 因为在大楼已经埋设了炸药 炸毁大楼以后 俄军士兵被全部掩埋在大楼废墟里 所以现在瓦格纳工兵实际上已经放卖了速度 你可以看瓦格纳工兵 他这个前进速度并没有过去想象那么快 主要原因还是瓦格纳工兵先要判断这个大楼是否被埋设了炸药 然后才能选择进入这个大楼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乌军这个新的战术 瓦格纳实际上很快就会控制整个巴默特 因为现在来看实际上莫斯科已经下令 在5月9号之前要完全控制巴默特 所以瓦格纳工兵他要完成作战任务 但是现在乌军的这个战术发生变化 瓦格纳进入大楼进入这些建筑群之前是非常小心的 那除此以外呢 俄罗斯方面呢也证实发现第57旅 第57旅 他呢已经下令相关的作战人员撤出巴默特 这个57旅呢大家知道瓦格纳工兵领导人普里格金 之前曾经表示呢不会接受57旅人员的这个投降 也就是不会接受乌军投降 因为乌军呢曾经虐杀过瓦格纳工兵 就是这个57旅 而且呢瓦格纳工兵已经对57旅的旅长 亚历山大巴库林 下达了处决以及通缉的命令 就瓦格纳工兵如果发现亚历山大巴库林 格杀无论 不会留活口 所以现在实际上呢 这个57旅的人员正在撤离巴默特 也说明瓦格纳工兵现在在整合巴默特 正在对57旅进行追杀 另外呢瓦格纳工兵呢还发现在 在恰索比亚尔美国的记者在57摩托化步兵旅 旅长的陪同下撤离了恰索比亚尔 那这个美国记者呢是纽约时报 驻基辅的分社社长安德鲁克莱默 他以为这是从恰索比亚尔撤离 那么大家知道恰索比亚尔并不是巴默特的最前线 那么他从恰索比亚尔撤离也说明呢 乌军已经做好了失去巴默特 那么今天呢乌克兰呢也证实啊 在巴默特呢乌军特种部队的指挥官被俄军击毙 击毙的是乌军第73海军特种部队指挥官 亚历山大切尔尼哥夫上位 他在4月24号被俄军击毙 他是乌军特种部队高级指挥官 他实际上是整个顿巴斯特别军事行动 开始以来第73海军特种作战中心 击毙的最高级别指挥官 另外呢也是乌军呢实际上在整个顿巴斯地区 击毙的第7名乌军特种部队的指挥官 这个特种部队为什么要提呢 是让乌军的特种部队他的执行任务是对俄罗斯国内进行渗透 也就是对俄罗斯国内进行特种作战 那么他在巴默特被击毙 那乌特种部队呢同时被击毙的还有另一名中尉 叫弗拉蒂米尔奥伯登科他也在巴默特被击毙 乌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呢是俄罗斯现在猎杀的主要目标啊 主要猎杀呢是因为他们能够越境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他和一般的乌军的士兵不同 所以俄军现在打打击这个乌克兰的特种部队 手段是非常多的 而且呢专门针对特种部队 那么今天呢爱尔兰媒体也证实啊 一名爱尔兰公兵的被击毙啊 击毙的是爱尔兰的公兵叫 芬巴尔卡弗基 他呢现年40岁啊 他呢在前往乌克兰之前呢 曾经在库尔德参战 也就是在叙利亚作战 这是爱尔兰人 这是击毙的首名啊 爱尔兰公兵军 那么今天在基辅啊 杰克总统抵达了基辅 杰克的总统啊 帕威尔和斯洛伐克的总统 主扎那啊 叫查普托瓦 共同抵达了基辅 那随后呢 将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那么在南部顿捷斯克方向呢 乌军呢大规模炮击了顿捷斯克 莫斯科时间上午11点左右呢 乌军呢开始使用加农炮火箭炮 对弗洛西洛伯斯基大街进行大公共炮击 炮弹呢完全摧毁了高尔基大街上的几栋建筑 那乌军呢还袭击了基辅地区 基辅区呢其中一辆小巴被击中 7人当场被烧死 其中包括一名儿童 那当地的医院也遭到炮击 一共有15座建筑住宅 以及奥林匹克体育场也遭到破坏 这个奥林匹克体育场呢是顿捷斯克矿工的主场 有9人死亡19人受伤 另外呢在顿捷斯克的居民区 乌军呢还散播了这个PFM-1花瓣地雷 和磁性AT-2炸弹在城区内散落 乌军的炮击呢不光是对建筑物进行炮击 还进行了花瓣地雷和磁性地雷的 这个炸弹的布雷行动 那对平民是一种杀伤 实际上这几个地区呢我都去过啊 特别是奥林匹克体育场 就当时还在这个体育场看过这个欧冠比赛 所以都对这个乌克兰的对顿捷斯克的炮击啊 我个人的看法呢实际上是对顿捷斯克 特别是5月9号胜利日 对顿捷斯克当地百姓的一种恐吓 就不要参与5月9号啊 这个胜利日的阅兵 不要参与公开活动 那么实际上5月9号很快会到啊 实际上5月9号对俄乌战争来说 也是个非常关键的日期 特别是巴哈姆特陷落 如果5月9号巴哈姆特陷落 大家从地图上可以看 乌军在整个顿巴斯地区只剩下斯拉比亚特克拉玛托尔斯克 那大家知道 现在呢实际上俄军的巴哈姆特战役结束以后呢 俄军的主力会集中在德鲁士科夫卡到军事坦尼多卡 克拉玛托尔斯克这一线 俄军北部在弘利曼方向也会有行动 越过奥斯基尔河 那么实际上从伊纠姆到克拉玛托尔斯克 巴本科沃 乌军呢过去一段时间 过去9月获得这个战场的优势 就被俄军反扑 俄军成功的破解了乌军的优势 那么很有可能呢 俄军会重新回到顿尼斯克宪法边界 那实际上这会使乌克兰方面啊 很难再获得美国 获得西方的信任 那就是乌军现在实际上呢 他并不能完全控制整个顿巴斯战场的走势 那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 你可以想象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军事援助高潮 乌军还是没有获得胜利 所以未来西方很有可能会主导 乌克兰接受现状 也就是乌克兰呢 和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 以现有的边界双方停火 就不希望再打了 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乌克兰失败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未来基辅单方面要求呢 继续这场战争的话 西方不会援助 那么乌克兰只能接受失去领土 失去顿巴斯 失去四个州 这对基辅来说呢 很有可能导致泽连斯基政府下台 那么如果你单方面 你要发动进攻 没有西方的援助 乌克兰又很难完成 所以可以说呢 巴亨特对乌克兰说十分重要 特别是获得西方的援助 这也是乌军不愿意从巴亨特撤离的原因 这是今天呢 顿尼泽克巴亨特最新的消息 后续有更多消息呢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他分享 感谢观看